好,到第五类了,就是有关一些发明和一些出名的人 这个部分其实挺难记的,所以是要用到我们的灵类记忆法 是的,因为很多不同人有不同的发明或者不同的事项 我们在题目那里分享一下我们怎样去记呢 好,譬如这一题,发明是printing press,即是那些押印的东西 答案看到了,William Carsten 我这个呢,我不用看整条题目的 我只是看print 字,print printer printer 还不是canon,又C A O N,Canon 搞定 我也是类似的方法,我用Carton Box 就是把纸皮印放在纸皮,那就內置完了,类似 好,第二题吧,这个 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反反而问 是,它用两个不同的方式去问 那又是看到Canon 我找printing 这个字 搞定 OK 好 这一题呢 你怎样记住 这个是发明电视 我是看它人名最后有个Air 电视讯号也是在空气里接收 有些牵强 我是这样记住的 Scotland 是在Scotland Scotland 那里没有什么活动 冰天雪地 那些人没有活动的 开电视看 Low Cat 搞定 所以只是电视 你赢你赢 好 这题了 Scotland 的随直 是 那怎么记住 这四个字 首先是没有一个字识的 是 我有解这个 这个呢 New Year 过了一年 10365天 过了 就是过了很多天 这个字有个Many Many Many 很多嘛 很多人 OK 那我就记住这题 你勾起我回忆了 我也是类似的 就是 随直很多人慶祝的 Many People 那就搞定 又一题了 这个要提一提 其实他在这题目里面 都问很多那些 争取女权的东西 是 那个人物 他那类型的人的名字 大家都要知道 那这个正正就是问 哪一个是这个 Suffragate 我不懂读这个字 就是那些争取女权的人 的Leader 那就是这个 这个人 是 那我怎么记住呢 这个人名最后呢 Herst Her 和女人有关的 那就选他了 这样的 Women's Right 好 那我怎么记住呢 这题 其实我选错了几次 都很难记 那我就记住 他是一个Leader Leader是什么呢 就是要号召人 去帮忙 那有个Line 这个Line 就是连线 我们连成一线 少少牵强 但是没办法 我记住了很久 这条题目 常常都选错的 OK 好 接着就是 跑步 跑步世界冠军 那这个答案是 Roger Banister 我这样记住的 Banister 拆走了中间那几个字母 有点像Banner 是 就好像在终点举Banner 和他打气 这个可以啊 这个 好啊 跑步好吗 那我就记住 Ro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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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OK 好 接着这个是 宗教有关 这个我真的记得 是的 它是庆祝一个节日 就是 Fast 是那些 齋戒 戒饮食 那些东西 我是这样记住的 其实 它在说 Celebrate End Fast 这个字 是 其实你的答案是 E和F 是对应的 我也是这样的 OK 另外又是说 那些发明 Radar 雷达 你怎么记得 这个 我呢 就见到Wattsons Wattsons 我就记住 Wattsons 装造很多雷达 还有还有一个 你见不见到 Robert R字 是 那和雷达 R字 相对应 我的记忆方法 是比较奇怪 你雷达 都是一些 好像无形之手 那样 那以前的人就说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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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记住 这样讲一次 这个 就是我们的 记忆方法 很无聊也不要緊 我们讲完之后 你又是会有印象 你记住之后 你就会答到 越无聊越记得清楚 对吧 接着这个 应该是残傲 哦 是这个 它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 见到有个T字头 和一个T字头 有两个T 我就幻想什么呢 那你弄了 你弄了个T字架 放在那里 哦 就是disable了 是的 这个是第一 那第二个 那个就是 第四个选项 E L L 就有两个L 那这一个人 是游泳的 游泳的 是 那我就认住它 它有两个L L就是直脚 在那里踢水 哦 所以我之后有一条题目 他就问 哪一个是参加残傲的 是属于游泳的 那就是选这个 所以我就认得这一题 你竟然说得很好 我没有补充 哈哈哈 OK Francis Crack 是发现了些什么呢 那这个我是这样记的 Crack 这个字有点像 crack down 那些东西 就拆开那些粒子 就发现了DNA 哦 这个是我眼记的 是吧 OK 这个都好像反复都问过 两三次 是 SANOTA 那这个是一个纪念碑来的 是的 那究竟哪个人去设计呢 这个是战争纪念碑 是 那我是 我是这样想的 你搞这些纪念碑呀 什么遗迹博物馆呀 都是赚钱而已 那 Yen 对 赚点赚钱 日本旅客 哈哈哈 这个是沙士比亚的出生地 那你怎么记这个 这个呢 他这条题目呢 它是会调转来问的 那我初初看的时候 沙士比亚在哪里出生呢 它就有几个选项 最长的一个 有三个字的 就是这个 哦 是的 我觉得是挺长的 是的 它的名字最长 地方名通常都是这个地方最长的 是的 还有第二个 你在做题目的时候 另外那三个呢 是基本上很少出现过的 哦 所以我认得 沙士比亚 我见过在路里面有的 我就选择它 就是生面子不要选择 没错 好 接着Edward 他是出名的什么呢 这个呢 我有办法 是的 我怎么办法呢 这个名字呢 头那两个英文字都是E 是的 那个E 字像什么呢 琴剑 钢琴的那个剑 哦 彈琴的还不是音乐 你赢了 好 接着是讲一个条例 一个草案 法案 那这个是 introduce 些什么呢 我记得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只是看着这个绿色 这个答案 其他的那些我不好看 所以呢 你去到选择的时候呢 你选行 我只是见过那些牌子 另外那三个牌子 我没见过 我就选择它 就是不熟的不选择 好 我惊起了 它是corpus corp 那个音有点像cord 所以我记得了 哦 这个我记得了 那这个都可以 是的 接着说回你刚才说过 这个名字 刚才也出现过的嘛 是啊 不是柴子 哦 这个是女权那个 是的 女权那个就是woman right 是的 就是她 是的 所以你说 真的挺容易混淆呢 哈哈哈 又是这个人 是的 这个人问很多题的 是的 那这个 争取女权分子这个term 这个名字呢 这个名字呢 就是硬的 是吧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我的方法就是 另外那三个字 我也认识的嘛 Nurse Doctor Scientist 我也认识的 那这个人我不认识的 所以他是做一些 我不认识的 OK 谁建这个聖Paul's Cathedral 呢 这个 Cathedra是c 它的名字是c字头 另外 Wen 附近有一家叫做 Wen School 那叫做 又是 不熟不记的 那些 哈哈 就是另外那些名字不熟 完全没有什么见过 那些 OK 發明互联网 我只认识的 Lie 姓李的 阿联三 我就是记 World Wide Web 三个字 名字有三个字 那就对应了 这个 这个 三个字 这个 这个是博物馆的位置 这个我是记字头 也都是 National 我记New 大家都是N 一个Designer的名字 Ceramic 就是搞陶瓷的那些 啊 那我都是 拜字母 它是Ceramic 它的名字是两个C字 那样 上面那个也有一个C 他两个C 他赢了 你赢了 你赢了 第一位英国首相 这个是不是邱吉尔 当然不是 这个不是邱吉尔 哈哈哈 邱吉尔是World War II的时候 很出名的首相 这个 第一位在说是几百年前 邱吉尔是第一位 Church Hill 哦 OK 那你怎样记这个 有没有印象 这个啊 这个我没有印象 我选错 让我来 好 看到它的名字有个Po字 一柱擎天 还不是第一 哈哈哈 以下四个人 哪个是没有拿过这个Oscar的 哦 这个容易记 因为另外那三个都不懂的 我只是认识这个 Emily Watson 我认为你认识的会是Kate Winslet 哦 Titanic的女主角 是啊 不是啊 最近她红一点 Emily Watson 不是Emma Watson 不是Harry Potter 哈哈哈 是吗 我以为是Harry Potter 不要紧 你当她是 都帮到你记 我觉得她没有赢过 是啊 你也对我也是这样记 我当她Emma Watson Emma Watson那么年轻 怎样赢这个奥斯卡呢 哈哈哈 原来不是那个 不要紧要 又几一题了 谁去Map 这个澳洲的地形啊 好 这个我怎样记 其实她问有关澳洲的题目呢 不多的 只是这一题 我记住 是不是有个厨师 叫James Cook 就是有个厨师 他应该就是James Cook 是不是就是他来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幻想过 他在澳洲那里炒饭吃 不肯定啊 不知道 我也是用Cook 和Coast 就是比较类近的字 澳洲 澳洲多 未吃 你待会上去Google那里查一下 好啊 Alan Turning 发明些什么呢 这个还在 Turning 整个答案Turning 这个字 不用背 是不是应该不提这一题呢 不提这一题 太简单 英国在新年的时间 大家会唱哪一首歌呢 你不会在新年的时候 唱圣诞歌 Jingle Bell 那 接着 这个是不是英国 什么国歌 这个是什么 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不知道 我当它 我看到Britus这个字 我当它是文国歌 那你新年不会唱国歌的嘛 那就是第一个 我是想什么呢 A当是All S 是Sing 大家一起唱 就当是这个 哦 这样 接着这题就是说 爱尔兰人去争取独立 那些人是叫什么名字 我又是用字头 这个没有特别 Favor 就当Fanyans 哪个Favor 哦 这个Favor 但是他一扭转来问 我又有点危险 是吗 接着就是 廢除奴隶制度 是哪个年份 那这个你怎么记得 我有个方法的 这个呢 整个题目呢 没有什么字 我是懂的 那我看到这个E字 第四个大加E 最后的一个大加E 那E字 倒转了就是3 有两个3个133 哦 太复杂了我认为 那 说到奴隶嘛 是吧 废除奴隶制度 放生他们 一个三不够 放两次三 三三赢 哈哈 那都OK Bruno 他是负责搞什么呢 你怎么记得这个 有没有印象啊 这个Bruno 我就记住Tunnel 跟我一样 Tunnel 那你通常是起铁路 是吧 那我就记住了 Ware away 大致上是这样 都有二三十题 这里 用了我们的特殊记忆法 那就是 三百多题里 记到几十题 都很不错的 这里是当中最难的 8-9% 是啊 还有它 其实你再做下去 有些是我们刚才说完之后 它会有一些相类似的题目 是 不过第一反过来 问你 其实你如果认识了这些题目 其他的相类似的题目 你会容易做很多的了 那我们讲到这里 就先休息一下吧 那下半部分都很重要 因为会讲回 我刚刚这几天 翻做了这十六个Test 我翻做的时候 都错的一些题目 是 那究竟我是不是错得很离谱呢 还有剩下的五个范畴 有什么好方法帮大家呢 特别是那些皇帝和那些战争 那大家要看下集了 如果想为这个考试做足准备的话 好啊 那我们下集再见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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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